央视六公主铺赵丽颖冯绍峰复婚内幕,林更新CP和赵藏玄机。 与凤行的落幕并未带走所有热情,赵丽颖与林更新的粉丝们依旧沉浸在那段迎平情缘中。 曾经的期盼如今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甚至有人幻想着两人能步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现实总是比剧情更加复杂。 相较之下,狐妖小红娘未能达到预期,剧情松散,角色塑造薄弱,主角间的化学反应不足, 即使是古偶剧的巨星杨幂也未能扭转局面,未能满足众多品牌商的期待。 而与凤行则不同,她凭借着赵丽颖的魅力点燃了前期的热度, 随后林更新的加入更是锦上添花,使得这部剧成为了话题焦点。 剧中情感的甜蜜溢出了屏幕,甚至有传言趁林更新在5月20日与赵丽颖约会,引发了一阵热议。 关于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关系,外界猜测纷纷。 林更新在微博和抖音上的互动似乎在释放某种信号, 而赵丽颖则迅速回应,强调两人之间仅仅是朋友关系。 但CP粉们不愿轻易放弃,他们寻找着各种蛛丝马迹,坚信两人之间存在超越友谊的感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央视六公主似乎也在关注着这场娱乐圈的热点, 连续播放了赵丽颖与冯绍峰合作的电影西游记女儿国以及冯绍峰与林更新合作的敌人节之四大天王, 引发了更多的猜想。尽管赵丽颖已经明确表态, 但粉丝们仍然热衷于挖掘两人之间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林更新即将与刘亦菲合作新剧《玫瑰》的故事, 这也让人们对她的未来动向充满好奇。 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合作不止一次,除了楚桥传和雨凤行, 他们还在《忘忧酒馆》中有过交集, 共同演绎了一段关于前世今生的故事。 关于两人的过往,有传言趁林更新增追求过赵丽颖, 而冯绍峰在一次采访中透露有五个男人追求过赵丽颖, 她最终胜出。 林更新在赵丽颖结婚后的生活状态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尽管外界对两人的关系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 但最终的真相只有当事人自己知晓。 粉丝们的热情或许有时会让事实变得模糊, 但无可否认的是,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合作确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至于他们的未来,只能留给时间来揭晓。 近年来,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合作频频引起网友们的热议。 从楚桥传到雨凤行,他们的搭档总是能够碰撞出令人惊艳的火花。 在荧幕上,他们的默契配合和精彩演绎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美好瞬间。 然而,关于两人关系的各种传闻和猜测也从未间断。 尽管外界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和揣测,但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事情的真相。 粉丝们的热情和对偶像的关注,有时候可能会遮盖住事实的本来面貌。 无论是赵丽颖与冯绍峰的复婚传闻,还是与林更新的CP照片,这些都只是外界的猜测。 真正了解他们关系的,只有他们自己。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合作的确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在戏中的出色表现和戏外的友好互动,让许多观众对他们的关系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这种合作不仅仅是简单的演艺搭档,更是一种对艺术的共同追求和热爱。 无论是爱情的猜测还是友谊的见证,观众都能够从中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特殊默契和信任。 对于未来,谁也无法预料他们将会走向何方。 或许赵丽颖和林更新会继续携手,共同创造更多精彩的影视作品。 或许他们会在各自的领域中继续发光发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时间将会揭示一切,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未来如何, 他们的努力和才华都会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在此,我们也希望粉丝们能够理性看待偶像的生活和事业。 每一位演员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尊重他们的选择和隐私, 是我们作为观众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不要让无谓的猜测和争论影响到演员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最后,让我们共同期待赵丽颖和林更新未来的作品, 也祝愿他们在各自的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无论是作为观众还是粉丝, 我们都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去支持他们, 用真心去感受他们带来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未来无论怎样,我们都相信赵丽颖和林更新会继续用他们的专业和努力,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让我们一起期待,时间将会皆是一切, 真相永远不会被掩盖。 顾布采访提到王一博,亲切友好灵距离。 在这旧世界舞中,我们因为王一博, 认识了这位在街舞界赫赫有名的大神,顾布。 顾布,一个在街舞界, Hip Hop领域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 他的舞技和对街舞的热爱, 让他成为了无数舞者心中的偶像。 更是王一博出来炸道这就是街舞, 让我们看到了他化身追星样子的一面, 嗷嗷叫着布布的时候, 我们都一度怀疑自己的眼睛, 这是王一博吗? 怎么追起星来比我们还疯狂? 不过在过去这么多年后, 采访布布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原来布布也很欣赏王一博。 顾布提到, 虽然他有许多人联系方式, 但他和王一博联系的频繁很多。 当初两人添加联系方式时, 顾布是非常惊讶的。 因为在他看来, 王一博不仅是一个明星, 而且对人非常友好。 这让我们不禁好奇, 王一博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顾布曾经说, 王一博在街舞中追他那模样, 已经到了近乎癫狂的地步。 这足以说明, 王一博对街舞的热爱和执着。 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 王一博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爆红和明星身份而改变。 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真性情, 用他的好人品, 强实力, 真诚美好的品格, 赢得了布布的信赖与赞赏。 就在前几天, 布布还去看了王一博的维和防暴队, 这足以说明两人之间的友情深厚。 王一博的人格魅力, 不仅仅体现在他与布布的关系上。 和他合作过的导演, 同事, 品牌方, 街舞中的大神级别的舞者们, 都对他有着不同程度的夸赞。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一句话, 一个人说好那不叫好, 很多人说好那才是真的好。 而王一博, 从出道到现在已经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真性情, 好人品, 真自我, 真纯粹, 这在娱乐圈中实属不易。 因此, 我们不得不说, 王一博真就是一位很难得的真宝藏男孩。 布布跟王一博因街舞相识, 彼此欣赏, 彼此鼓励加油, 他会跟着布布学习很多新的东西, 布布也因为王一博被大家所熟悉, 互利共会, 才会双赢。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没有偶像包袱, 没有任何的架子, 平易近人, 随性而为, 合作过的人都会夸的人, 接得气, 还谦逊低调, 这样的王一博, 你说我们能不喜欢吗? 网传天天向上重启, 王一博很大可能回归。 来来来, 把耳朵凑过来, 有个大新闻要告诉你们, 保证让你们的嘴角上扬, 眼睛放光, 心跳加速, 比吃了糖还要甜。 你们准备好了吗? 深呼吸, 一二三, 走起。 话说, 有这么一个节目, 它曾经是我们每周的必看, 它曾经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它曾经是我们心中的小确幸天天向上。 是的, 你没听错, 就是那个汪涵老师带领着天天兄弟, 一起探讨知识, 一起娱乐大众, 一起把快乐传递给每一个角落的天天向上。 但是, 突然有一天, 它就那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就像一个老朋友突然搬家, 连个告别都没有。 我们想念它, 我们怀念它, 我们甚至在梦里都梦见它回归。 但是, 现实总是那么残酷, 我们只能望着空空的电视机, 叹一口气, 摇摇头。 然而, 就在近日, 风声四起, 传言满天飞, 说天天向上要重启录制了。 是的, 你没听错, 就是那个让我们又爱又恨, 又哭又笑的天天向上。 而且, 更让人激动的是, 汪涵老师, 大张伟, 王一博, 天天兄弟们都要回归。 这消息一出, 网友们都疯了, 朋友圈里全是双手称快, 微博上全是喜大普奔, 仿佛整个世界都亮了。 想想看, 汪涵老师那智慧的眼神, 大张伟那幽默的言语, 王一博那帅气的身姿, 还有那些天天兄弟们, 他们一起回来, 这画面, 简直不要太美好。 而且, 你们有没有发现, 歌手都回归了, 我们天天向上怎么能落后呢? 我们可是要预交娱乐, 要传递正能量, 要让观众们在校生中学习, 在学习中成长。 现在, 这类节目真的不多了, 我们需要的是有深度, 有内涵, 同时又不缺乏娱乐性的节目。 天天向上就是这样的节目, 它不仅仅是一档节目, 它是一种文化, 一种精神, 一种态度。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档节目走过了十几年, 观众们的地盘很大, 他们需要的不是千篇一律的娱乐, 而是有质量, 有深度的娱乐。 所以, 当听说天天兄弟要回归, 我们的心都飞起来了。 我们期待着, 我们盼望着, 我们甚至已经开始规划, 每周的观看时间了。 汪涵说过, 王一博和大老师, 一个是冷的, 一个是暖的, 他们就是他的冷暖人生。 无论这档节目是否回归, 我们都会鼎力支持。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说到底, 我们还是想看王一博跟在哥哥们身边, 肆无忌惮, 随性而为, 在他们身边他很自在, 很放松, 可以领略大千世界, 可以吃遍各地美食。 在娱乐圈中, 王一博不仅凭借出色的才艺和演技备受瞩目, 更因其友好的性格和谦逊的态度赢得了广大粉丝和同事的喜爱。 最近, 步步在一次采访中提及王一博时, 特别强调了他没有距离感, 对人非常友好, 这无疑再次验证了王一博作为公众人物的魅力和风采。 首先, 王一博的亲和力让他在团队中备受欢迎。 作为一位顶流艺人,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而摆架子, 反而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剧组拍摄过程中, 王一博总是积极参与到团队合作中, 与导演、演员以及工作人员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 他会主动帮助新演员融入剧组, 为大家带来欢乐和温暖。 这种无私和友善的态度, 让他成为剧组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也让每一个与他合作过的人对他赞不绝口。 其次, 王一博的友好态度不仅体现在工作中, 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顾布在采访中提到, 王一博没有距离感, 这意味着他在日常交往中非常自然和真诚。 他不会因为自己的明星身份而疏远他人, 反而会主动关心和照顾周围的人。 这种真诚和善良的品质, 让他在娱乐圈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 此外, 王一博的友好态度也延伸到了对粉丝的关爱。 作为一位偶像, 他深知粉丝的重要性, 总是以最真诚的态度回馈他们的支持。 无论是在演唱会、 签售会, 还是日常的互动中, 王一博总是用心与粉丝交流, 倾听他们的心声, 满足他们的愿望。 他会记住每一个粉丝的面孔和名字, 用实际行动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和爱意。 正因为如此, 王一博的粉丝群体非常忠诚和热情, 他们不仅支持他的事业, 也以他为榜样, 积极向上, 传递正能量。 王一博的友好态度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 也在他的公众形象中得到了体现。 他在各种公益活动中积极参与, 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社会传递正能量。 无论是环保宣传, 慈善捐助, 还是关爱弱势群体, 王一博都身体力行, 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 他的这些善举, 不仅赢得了粉丝的尊敬, 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有责任感, 有爱心的艺人形象。 总的来说, 王一博的友好和亲和力, 让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他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娇人的成绩, 更在为人处事上展现了高尚的品格和真诚的态度。 顾布在采访中对他的评价, 正是对他个人魅力的真实写照。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王一博将继续用他的才华和善良感染更多的人, 成为更多人心中的榜样和偶像。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 王一博都将继续发光发热, 创造属于他的辉煌。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